弟兄姐妹平安 借着今天的灵修进度 让神的话语如同清晨甘露 再度滋润我们干渴的心 使徒行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自己未完结的故事 述说着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在地上初代信徒 怎么领受主耶稣的吩咐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为主做见证 在每个章节中 看到初代信徒 面临被逼迫 追赶分散囚禁等 困难重重的险恶环境 充满高潮迭起的冒险氛围 却也真实的显明 三位一体神同在的确据 在使徒行传的前十二章 我们要一同见证 耶稣十二门徒中的 彼得生命之大翻转 也许大部分的人 对彼得最深的印象 就是他的三次不认主 但是在主复活之后 他的认罪悔改 领受圣灵恩高 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他 成为有胆量 有智慧 有口才 被认明是跟过耶稣的 在使徒行传记载中 他是热烈为主做见证的 是忠于主的使命的 是信心充足的 是大有能力的 是愿意为主受苦的 是放胆认主的 是不畏强权的 是顺服主 不听从人的 以至于最后是甘心乐意 为主以身殉道 若有人问 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奇事 我会说 当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彻彻底底 完完全全 心甘情愿 被主来破碎 为主重新再活过一次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奇事 最大的神迹奇事 就是人在自己所拥有的 自由意志当中 愿意降伏在主的爱中 坚守持守自己所信的神 永不后退 我也相信 愿意降伏于主旨意的人 是天天满有圣灵同在的人 不论他或说什么 或做什么 都是见证被圣灵充满的大喜乐 牧者们常常分享 我们的教会是喜乐的教会 喜乐的教会 来自于每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 喜乐的生命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确据 生命的确据是来自于哪里呢 不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如同使徒彼得 摸着主爱之后的宣告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是的 除了耶稣基督 没有别的名可以呼求 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 但愿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重生得救的样式 让认识我们的人 心中都感到稀奇 也认明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 并且全心全意 为福音而活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一起同心祷告 赞美你的圣名 除你以外 我们别无拯救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孩子这样感谢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 阿们